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四川成都 我现在呢 是在成都地铁一号线的天府公园站出入口 今天啊 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个成都非常霸气的建筑啊 这个建筑的名字呢 叫做天府之盐 屋檐的盐 也是目前正在建设的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啊 其实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啊 已经开始有明显的降温了 前段时间不是大家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有出太阳吗 今天就一点太阳都没有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气温是应该是零上九度啊 我今天看了天气预报 这外面所有的位置呢 都是属于成都的天府公园的 这地铁口的名字啊 就直接叫天府公园 所以从我家过来直接坐地铁 还是交通上还是蛮方便的啊 但是过来呢 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它就基本上快要挨着成都的第二绕城了嘛 所以过来呢 还是就算坐地铁也需要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样子啊 这外面有很多卖小吃的 什么手抓饼啊 狼牙土豆啊 还有煎饼果子 价格都很便宜啊 大概也就是几块钱啊 或者说十几块钱这个样子 可以当个小吃来吃 但是正餐的话 我觉得吃不饱啊 我们今天看的那个建筑呢 是要过这个马路 过去 从那边过去才能看到啊 这一片呢 基本上都是在建设的新的楼盘 所以呢 这交管也不是特别的严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街道两旁都还停的有车啊 并没有划停车线 所以如果真的交警要查的话 这边可能会有很多车都会被贴罚 打单的 好 我们走过去再看吧 大家可以想象吗 这就是成都南边的第二绕城旁 现在的样子啊 给大家环视一下 看一下 这周围其实有很多那种在建的楼盘 仔细看大家都能看到 有很多那种塔吊都还在工作 这边以后建好啊 是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啊 有很多那种商务区 这边其实住宅我感觉会相对少一些 公园啊 商务区啊会相对多一些 有很多那种大的企业可能会进驻进来啊 如果这一片要在成都范围给一个区域定位的话呢 我觉得绝对算是郊区范围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成都南边这样一个郊区的范围 它现在建设都非常的棒啊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今后只会发展越来越好啊 由于这边还暂时在建设当中 所以有很多地方呢 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啊 我今天能进来呢 成熟运气 给大家环视一下这周围 这旁边呢 有一个小型的湖泊 这个湖呢 叫做秦皇湖 秦始皇的秦 那为什么叫秦皇湖呢 据说啊 是因为这附近以前有个村的名字 就叫秦皇村 所以这湖呢 就因此而得名秦皇湖啊 这个湖其实是天府公园当中的一个景色吧 算是天府公园的一部分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 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主要的建筑啊 叫做天府之沿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壮观 这地儿现在还没有修好 以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天府的会议中心 哦对了 还有一点我忘了说 就是这个湖啊 中间它是有喷泉的 算是这个湖的一大亮点吧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中间这些地方 都是晚上它是有喷泉的 但是目前现在这个地方正在修 我不知道晚上它还会不会启用这个喷泉啊 但是仔细看 就是这些小的黑点 其实都是野鸭子啊 很多野鸭子在里面 嘻嘻打闹 挺好看的啊 好像现在整个天府公园都在维修和升级改造当中 所以现在这边的来这边玩的人呢 也很少啊 但是如果弄好之后呢 我相信是非常漂亮的 这地方这地方这儿还有一个大的音响 就是晚上的时候如果 它应该那个喷泉应该是音乐喷泉嘛 它一响音乐的话 那个地方会有根据绿洞它会变化的这些喷泉的样式啊 就有一个观景台 当然现在没人管的话 它这个观景台上的草都已经长得快半个人高了 相信弄好之后会是非常漂亮的 这湖啊 水面非常的平静 看上去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非常的漂亮啊 以前有老人说啊 湖或者水呢 能给人带来一种灵气 所以这是以前的老说法啊 但是这个会议中心呢 可以看得出来依湖而建 依水而建呢 它这个玄址是一定有所讲究的 整个建筑呢 也是相当霸气啊 这样规整 中间呢 有一个小的湖线 这个位置呢 据说是整个会议中心的一个入口啊 当时 他们规划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天府之盐啊 它还有个名称 其实叫做天府第一盐 这个盐廊啊 据说全长是有430米啊 它这整个建筑呢 是以钢木为主要材料的建筑 据说也是一种创新啊 以前呢 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纯木结构 要么纯钢结构 这个呢 是钢和木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还是算比较新颖的吧 其实这建筑的主体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弄完了 现在正在施工的呢 主要就是外部的道路和一些绿化啊 还有照明之类的 以及这个建筑内部的一些装饰装修了 整体弄完之后呢 就会对外开放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 整个建筑呢 它是采用的中国传统的那种 笋某结构的固件啊 整个台梁呢 是木制的 工人呢 都还在进行路面的一些整修 还有旁边的绿化的一些维护 虽然呢 这里现在还没有完全修好啊 但是当我离近了 看这栋建筑的时候呢 和远观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大气磅礴啊 笋某结构清晰可见 这里面呢 还没有完全开放 我们也进不去 就给大家在外面拍一下就好了 道路啊 绿化啊 基本上都已经弄好了 只是外围的还没有完全修好 应该也快了啊 据说呢 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就要投入使用啊 据它真正的交工的时间 估计也就只有一个多月了 很快了啊 没想到今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都还没有影响到这个建筑的工期 也是很厉害 反正我看到这栋建筑的第一眼啊 就觉得处处透露着那种传统建筑的精华 特别是这个房颜 看上去非常的有感觉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长的那种 规则的传统建筑的房颜啊 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天府之言呢 据说是由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师汤华所设计 大家看那个弧形的部分啊 起到了一个点缀的作用 我觉得非常的有韵味啊 那个入口 应该是整个建筑的精华部分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咱们待会过去看一下 能不能走到那个台阶上啊 如果它不是封闭式施工呢 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如果进不去就算了啊 我们只能在外面欣赏一下了 整个阎廊就像一条笔直的水平线 虽然没有其他建筑的那样威壮啊 但是我觉得呢 依然不失它的大气磅礴 很能表达就是成都平原的那种 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样子 我是很喜欢这个建筑啊 很幸运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蔚来会议中心的入口 它现在呢 好像还不是封闭式施工 我们应该可以走上去看一下 我看到这个入口处啊 写的有万科和成都天头的标志啊 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开发商 是不是就是万科和成都天头一起的 如果真是万科修的 那就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我家住宅就是万科的 真是没想到啊 一个万科这样的开发商修 主要修住宅的开发商啊 居然能修出这样的一栋非常有特点的建筑 让我刮目相看 哦 这上面还在做地面的施工 应该说不好进去啊 所以我只能在外面给大家拍一下就好了 据说在这盐廊入口的两侧啊 分别是两个大的展厅 其中一个大的展厅呢 是有1000平方米 同时可以容纳将近5500人啊 这飞檐斗拱 真是气势磅礴 漂亮 真的很漂亮啊 我们从这个整个会议中心入口的这个高处的角度啊 再来看看对面的秦皇湖 这湖面依然平静 可以说是美不胜收 这是会议中心里面的通道 应该也快修好了 这就是天府之言的另外一边了 顺着我的镜头往右边走 走到这个位置啊 过去那一栋建筑 就是西部博览城 等于说西部博览城和这个天府之言 这个会议中心呢 是挨在挨着一起的 有人说啊 它是西部博览城的二期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有人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们俩建筑呢 确实是挨在一起的 今后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举办大型的活动 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了 从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到天府之言的侧面 它的侧面是这个样子的 整个建筑呢 它的连廊高是24米 宽是柱宽是16米啊 这建筑整体啊 都是钢木混合结构的 其中焦合木的用量呢 超过了4500立方米 当这栋建筑被完全建成之后呢 将是亚洲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啊 又是一个亚洲之最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环视一下这周围 让大家呢 整体的欣赏一下 这天府之言 整体的样子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